自从1月6号国会动乱事件之后,弹劾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声音越来越强烈。 时隔5日,美国国会众议院终于下定决心对特朗普提出弹劾,理由是煽动叛乱。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,这场距离特朗普下台仅剩9天的弹劾行动,到底下了场什么棋局。 众议院在弹劾条款中指责特朗普煽动叛乱,并声称他积极鼓动了上周在美国国会发生的暴力事件。 条款同时指出,特朗普提出了多项错误指称,包括他才是2020年总统大选的赢家,但胜果被窃取等,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大选中存在大规模舞弊现象。 民主党主导的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星期二、1月12日进行投票,要求副总统彭斯和内阁使用他们的宪法权力,罢免特朗普总统。 这项决议预计会获得通过,他要求彭斯副总统在24小时内做出回应。 众议院议长南希·佩洛西星期一在一项声明中表示, 总统对我们的宪法、我们的国家和美国人民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,必须立即下台。 无论是彭斯还是任何内阁成员,都没有公开表示支持这种涉及宪法第25条修正案规定的, 允许副总统和内阁多数成员宣布总统无法履行其权力和职责的行动。 所谓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于1967年正式通过,主要对总统职务的暂时性和永久性移除做出流程规定。 该法案共有四款,其第一款规定,若总统死亡辞职或被免职,副总统接任。 第二款规定,副总统职务空缺则由总统提名人选再由国会两员通过。 第三款规定,若总统因身体原因暂不能履职,可由副总统担任代理总统, 直到总统告知国会他已可恢复履职。 尼克松辞职,福特接任总统职务。 纳尔逊·洛克菲勒被福特提名为副总统并得国会通过。 小布什做截肠手术期间,切尼担任两小时代总统。 该修正案的前三款都已被使用过。 那接下来的第四款则有点像是为特朗普量身打造的。 那就是一旦总统及多数内阁成员, 一致认为总统以状态不佳,身体上或精神上,无法有效履职, 就可在未经总统同意的情况下, 采取一定步骤暂时或永久解除总统职务。 星期一晚上,特朗普和彭斯在白宫会面, 这是特朗普支持者上星期攻击国会山之后两人的首次会面。 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, 他们两人重申上周违法冲进国会大厦的那些人, 并不代表7500万美国人支持的美国优先运动, 并承诺在剩余任期内继续代表国家工作。 彭斯拒绝了特朗普总统推翻在11月选举中输给当选总统乔·拜登和当选副总统卡玛拉·哈里斯的努力, 引起了特朗普的愤怒。 尽管特朗普对彭斯出言不逊, 又尽管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将会通过弹劾程序, 那彭斯真的会站出来取代特朗普吗? 大多数的专家认为, 彭斯不会采取行动撤去特朗普的总统职位。 彭斯的一名顾问上周透露, 副总统不赞成援引宪法第25条修正案, 如果彭斯不接受这一提议, 预期众议院将在周三开始推进弹劾程序, 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。 果不其然, 彭斯在1月12日致信国会表示, 将不会援引宪法25修正案第4条款, 这就意味着, 国会将与次日推动表决民主党人提出的弹劾条款, 正式启动对特朗普总统的二度弹劾。 提出弹劾提案的议员称, 他们有信心在周三的弹劾表决中获得足够票数, 这意味着, 特朗普将成为首个被二次弹劾的美国总统, 他也将是历史上首位在任期的最后时刻遭到弹劾的美国总统。 特朗普此前因乌克兰电话门曾遭众议院弹劾, 但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判定其无罪。 我们知道, 还有八天特朗普即将卸任, 那此刻国会众议院为何还要启动弹劾程序呢? 其实, 民主党人非常清楚, 特朗普在白宫的时间所剩无几, 国会此时再次对他发起弹劾, 显然无法提前把他赶离白宫。 但尽管如此, 这么做也并非毫无意义, 作为前总统, 特朗普依然可以被弹劾, 这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留下污点之余, 还可能赌上他再次参选总统或担任公职的道路。 近来的传言称, 特朗普正筹备在2024年大选中卷土重来, 但民主党人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政治撕裂的加深, 参议院的弹劾案审议很可能延宕至拜登上台之后, 而本希望将焦点聚焦在控制新冠疫情的拜登政府, 将不得不因而分心。 特朗普卸任不仅无法为围绕他的政治争端画上句号, 国会的弹劾还将进一步刺激分歧, 拜登愈合国家的愿景恐怕只会沦为一句理想主义的口号, 不管是日益加剧的新冠疫情还是不断割裂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, 留给美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多且难, 不知即将上任的拜登与民主党大军能够力挽狂澜还是随之沉沦呢?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,请关注点赞并分享,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,我们下期再见哦!